没有到花莲的民众有些人就选择到了宜兰 在宜兰的东山火车站旁 从端午年假开始连续有两个周末 举办热气球的嘉年华 很多民众早早就来抢拿号码牌 想要体验热气球升空 不过因为雨势不断 下午的场次无法顺利升空 现场最新连线给记者林和荣 好主播各位观众 记者目前所在位置就在东山车站旁 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会场 可以看到民众陆续从我背后的帐篷陆续散场 这是因为他们其实原本都是领了号码牌 要来体验热气球的升空活动 不过其实主观单位他们一直都有说 只要这个天气状况不好的话 热气球就没办法升空 因为这个热气球虽然耐高温 但其实它是完全不抗雨 只要有任何一点的下雨几率 他们就没办法升空 因此民众等到四点半 发现这个雨是越下越大 没有要停的意思 只好就是落寞的离开 所以民众是等到了最后一刻 其实也都不想放弃 甚至现在还有部分民众是坐在了帐篷里 因为真的好想要搭着热气球升空一次 让我们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失误了 好讨厌 我们等很久 三个小时 雨一下就是原本停了 然后又开始下 就完全没办法看到妈祖的热气球 很想要下礼拜再来挑战 因为我们已经等很久了 它其实从上礼拜一直在延后 就有一点点可惜 但是它的规划还不错啦 还可以 对 小朋友还蛮开心的 我其实有部分游客觉得 没搭到热气球没关系 因为他们可以跟热气球的气球 一起来到帐篷内 跟这个热气球的造景合影 而且这个活动呢 其实下个周末还可以有机会 来跟老天爷赌一次天气 他们表示呢 下个礼拜还会再来一次气球加年华 就是要搭上热气球升空 以上这种最新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